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明朝灭亡时,让人闻风丧胆的15万锦衣卫,为何不见了?1382年,洪武15年,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,锦衣卫正是在京师社里,原本只有不到2000人的小部门,逐渐发展成为了拥有15万人的巨大机构,几乎堪比一致正规军队。 锦衣卫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帝刺探军情,收集情报,执行秘密任务,他们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的精锐,手段残忍,曾让朝野上下温风丧胆,在锦衣卫全胜时期,即便是全清朝野的贵族,也对他们胆战惺惺,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多疑的人,他深知皇权需要有力的保护,所以在建立明朝初期,他便设立了锦衣卫这一皇家特务系统,锦衣卫的人员经过层层挑选,都是忠心耿耿之人, 甘愿为皇帝效命,他们身着锦衣,神秘而威严,成为了皇权最坚定的拥护者,锦衣卫除其人数不多,但日渐壮大,根据一些过去的老宫廷臣子回忆,锦衣卫成员各个身手不凡,训练有素,他们常常警觉的守在皇宫各处,一有异动就会迅速反应,保护皇帝周全,在明太祖过世前,曾叮宁皇子要善待锦衣卫,并且要实施提防朝中坚定,可以看出,他对锦衣卫在维护皇权方面作用的高度以重, 后世的皇帝也多研洗了这个传统,持续扶持锦衣卫的发展,根据史书记载,明太祖初创锦衣卫时,其职责主要有三项,一是负责恭敬的保卫工作,二是刺探情报和逮捕犯罪分子,三是管理所谓诏狱,直接受命皇帝,不经过司法审判,就可以逮捕甚至杀人,可以说,锦衣卫与皇权的关系密不可奔,他们只对皇帝一人负责,可以说是皇权的刀刃和盾牌,没有皇帝的命令,他们不能随意动用刑法, 这一点在初期还比较严格,为皇帝刺探情报,是锦衣卫最重要的职责之一,他们经常化妆混入民间,收集各类言论和动向,然后汇报给皇帝,有人说,锦衣卫的眼线简直无所不在,就连最隐秘的谈话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,他们知道的内幕,比朝中所有大臣加起来还要多,锦衣卫常会奉皇帝之命,进行秘密的夜间行动,有一次,皇帝怀疑一个宰乡与边疆民族勾结谋反,然后派出锦衣卫进行调查, 锦衣卫们夜赌城池,进入宰相府邸,终于找出了反叛的证据,如果没有锦衣卫的勇猛与忠诚,皇帝恐怕已被奸命所害,然而好景不长,锦衣卫也开始腐化横行,随着时间推移,锦衣卫的权力越来越大,几乎可以为所欲为,到了成化年间,锦衣卫已经把许多原本属于司法系统的审判权力,都揽到了自己手中,可以不经法律审判,就直接执行处决, 先斩后做四个大字,成为锦衣卫的代名词,锦衣卫全力的扩大,让明朝的许多官员深感忧虑,他们担心锦衣卫会成为超越皇权的强大事,对朝政造成破坏,然而要约束锦衣卫并非易事,因为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,其他官员并无指挥权, 有些皇帝为了制衡锦衣卫,还特地设立了东厂这样的机构,东厂职能类似锦衣卫,也负责刺探情报,两者时而合作,时而互相牵制,这样皇帝可以透过平衡二者,确保特务系统不会威胁皇权,在某些皇帝看来,锦衣卫可以成为清除异己的戾气,例如朱棣南夺位后,就以锦衣卫之手,除掉了大批明太祖的旧臣,使他们对新皇帝怀恨在心,在政治斗争中,锦衣卫时常成为皇权铲除异己的最 最佳工具,明朝中期,锦衣卫更是飞黄腾打,其权力几乎压倒了明朝的另一特务系统东厂,这时,锦衣卫已经成为一只难以驾驭的猛虎,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里,例如一次,明宪宗外祖母汪太后生病,派了一位太医,前去诊治,这位太医平日里曾经得罪过一位权贵,这位权贵就派人去告密,说这位太医图谋不轨,想害死王太后,锦衣卫立刻将这位太医抓取严刑拷打,最后这位太医被打得半死 王太后得知后,勃然大怒,亲自出面干预这个案子,这位太医才保住了小命,这件事情后的很多年里,王太后都对锦衣卫怀恨在心,她曾经说过,我活了这么大岁数,竟被一个医生害成这个样子,实在荒唐可笑,可以看出,锦衣卫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连皇室也敢招惹的地步,他们只手遮天,简直可以为所欲为,朝野上下看到锦衣卫来访,无不心生畏惧,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力,没有人敢, 反招惹,在民间,关于锦衣卫的传言也越传越夸张,有人说锦衣卫可以隐身,监视别人说话,有人说锦衣卫手持佩剑,可以直接处决人犯,甚至有人认为锦衣卫以修炼成仙,可以预知未来,这让普通百姓更加对他们关门不出,生怕招来杀身之祸,在战场上,锦衣卫也扮演重要角色,例如在明朝中日朝鲜战争期间,锦衣卫为明军刺探了大量日军的情报,如日军的部署,后援等,对明军战胜日军 起到了关键作用,这场战争过后,日本军队元气大伤,进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时期,可以说锦衣卫对明朝外患的防御做出了重要贡献,同时,他们也镇压过不少明朝国内的叛乱,例如明初的胡卫勇安荷兰元,就凭借锦衣卫的力量,将两人的势力铲除,斩杀他们的党羽四万五千余人,正是依靠这支忠心耿耿的特务部队,明朝皇帝得以巩固权力,将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,可以说,没有 锦衣卫的辅佐,皇权也许难以稳固,每每国家遭遇动荡,激进的反对势力崛起之时,皇帝都会派出锦衣卫秘密进行镇压,他们训练有素,行事迅速,往往能起到扼杀变故的效果,锦衣卫成为明朝应对一切危机的最佳利器,但是好景不长,到了明末,锦衣卫也渐渐衰落,沦为东厂的附庸,然而,在这时期锦衣卫的人数却在不断膨胀,根据记载,明初锦衣卫成立时,总人数只有1500余人, 即使在鼎盛时期,也只有约5000人,但在明末沦为东厂服庸后,在东厂的操纵下,锦衣卫的人数竟然高达15万之多,这已经不止一支部队,简直可以组成一整个野战军,要知道,明朝与清朝在山海关决战的兵力也才20余万,拥有这么庞大兵力的锦衣卫,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呢?1644年,李自成攻陷北京,明朝正式面亡,当时的锦衣卫分成了三支,各自为战,第一支是最终成的一批, 他们跟随崇祯皇帝直到最后一刻,城破之日,这群锦衣卫只剩下几十人,仍然冲锋陷阵,誓死捍卫皇帝,最终全军覆没,他们才是锦衣卫最正统的传承,但终究抵抗不住时代变迁,壮业牺牲,第二支,竟然在李自成军入京前投降,甚至提供了三万两百银资助起义军,后来又投靠了清朝,这批人毫无耻辱感,成为了明朝的耻辱,他们完全背叛了锦衣卫的精神,没有忠诚可言,第三支, 最英明的一批,他们放弃了反抗,而是联络民宗史南迁,在南方重新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南明,这批锦衣卫随南明皇室抗清到底,直至灭亡,1661年,永利帝朱油朗死在缅甸,南明正是覆灭,随后,清朝将锦衣卫改名为袁一卫,至此,锦衣卫这名号永远沉浸,自1382年起,经历了近300年历史的锦衣卫,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,锦衣卫的兴衰历程,反映了封建王朝的盛衰规律,他起初 辅佐皇权,后来骄横跋扈,终致灭亡,我们不应片面的评断他,而要洞察历史的深层逻辑,明朝的覆灭开启了清朝的伟大,历史滚滚向前,锦衣卫终将成为传奇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,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,我们下集再见。